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9号发推特称 从西藏到新疆中共的镇压运动 并非为打击恐怖主义 而是试图消除本国公民的信仰和文化 美国国务院同日也发布了类似的推文 在今天的外交部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耿爽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美方的言论纯属是造谣污蔑 不仅与事实完全不符 而且动机十分不准 我们对此表示坚决的反对 发言人介绍中国新疆伊斯兰教清真寺 有2.4万多座 平均每530名穆斯林就拥有一座清真寺 西藏现有1700多处各类宗教活动场所 诸四僧尼约4.6万余人 每年到拉萨朝佛信教群众打百万人次 美方罔顾事实一遍一遍的重复谎言 留给自己的是一次又一次的道德赤字 信誉赤字和形象赤字 中国新疆西藏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民族团结 社会和谐的事实 是对美方诋毁抹黑言论最有利的回击 记者会上发言人奉劝美方管好自己的事 把注意力放在解决美国自身存在的 种种完整顾及上 而不是动辄就伸手去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央视记者 北京报道